这绝对是我见过最牛的求职者 如同诸葛在世舌战群辱 在现场将一众刁难他的老板们对得哑口无言 2019年菲尼莫属的舞台上来了一位名叫李晨的求职者 他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天才 15岁就收到北大特招进入外交学院 仅上了一年就辍学开始创业 他在节目上讲述了他多次创业的经历 最离谱的要数他在2016年创办的一家公司 仅用了40天就获得了西马股份的融资 我们拿到了西马股份第一轮融资 第一轮1001万 第二轮4700万 退出拿了钱了吗 拿了钱 拿了多少钱 一个多亿吧 很多人看到这里就会发出疑问 为什么有了一个多亿还要上节目找工作 原来李晨之前用这笔钱做投资失败 而他也因为是北大一业 所以正常去公司投简历也不会被人是所看中 而登上节目可以和老板们面对面的进行交谈 他也可以更好地展示自己 可他高估了这些老板们的素养 在知道他的惊人履历后 一位名叫贺东东的老板对他的能力提出质疑 我看了半天我只是听上去你很厉害 然后你的这个很厉害 在我看来不厉害 换了四份创业 从零到一 有没有到一我们也不清楚 正是贺东东的这份质疑才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而李晨接下来的回怼更加精彩 你如果有质疑你可以网上去查 现在信息是公开化的 不是我在这里信口吃黄 你随便回来玩一收都能出来的呀 看见李晨将女老板对得哑口无言 李浩阳作为贺东东的好友坐不住了 开始抠字眼质疑李晨的学历 你是北大的外交学院 国际关系学院 外交学院 北京大学没有国际关系学院 只有外交学院 面对李浩阳的质疑 已经杀疯了的李晨自然也不会惯着他 你要不明天我陪你去北京大学走一趟 李晨的这份回答让全场哈哈大笑 而贺东东看见帮助自己的好友 落入下风自然不会担心 想要调动全场观众的情绪向李晨施压 我觉得我真看不下去 这个节目我可以不录了吗 可以不录啊 就是坐在这儿 所有人问你学历 以及从零到一的过程 我想问一下现场的观众 为什么都小朋友 大家都在问你 你的态度是 阴高拔掉 为什么不能回答大家呢 其实节目到这里已经完全乱了 我们知道节目都是经过后期剪辑的 而现场的情况根本不是我们看到的这样 李晨在之后的一次直播里 向观众们大致地还原了一下真实情况 当时在现场李晨介绍完自己的履历后 李浩阳第一个就开始抠字眼刁难他 询问李晨关于北大的信息 而我们也看到李晨向他进行了一番解释 但李浩阳依旧不依不饶地追问质疑 图磊发现有戏可看 于是开始煽风点火 图磊一看有戏看了 然后图磊说 现在进入李浩阳跟李晨的一对一PK时间 就一对一辩论时间 就直接就把我跟李浩阳两个人 就其他的人都不说话了 就我跟李浩阳两个人一对一PK 在两人开始辩论后 李浩阳逐渐进入下风 因为李晨知道他很多的黑料 当众给他曝光出来根本顶不住 而图磊见识不对 也让导播关掉了两人的麦克风 正是因为李晨和李浩阳进行过一番激烈的辩论 所以在之后我们看见李晨的额头上出了大量的汗水 而因为李浩阳败下阵来 贺东东自然看不得这种情况 于是开口说没有看见李晨有什么能力 而李晨当时的回怼之所以那么激动 是因为贺东东提出的问题 他早在之前就已经介绍了一遍 只是贺东东当时只顾着玩手机并没有听 正所谓倪人还有三分脾气 你自己不听凭什么还要我再讲一遍 我说我说了两遍 对吧 我说你在玩手机我就不说你了 你不尊重我我就不说你了 对吧 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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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你再说一遍 我说我凭什么再说一遍 我凭什么呢 对吧 我说你不听是你的事情 为什么我要再说一遍呢 对吧 他说我们是评委啊 我说你他妈这是选秀栏目吗 你算什么评委 你算哪门子评委 你是谁的评委 这是选秀栏目吗 你有没有搞清楚 你是不是走错场了 我说你是不是走错舞台了 对吧 我说你是把这里当成爱情宝贝上了吗 李晨这番回怼让贺东东感觉脸上挂不住 于是开始对着李晨的履厉扣字眼 他说 他说你说你参与参加了那个 他说你参与了 因为他上面有那个那个履历表上面要填嘛 就是曾经参与过哪些电视节目 好吗 就意思就是你曾经参与过其他的什么电视节目 那我填了 上下星期六妈妈咪啊 他说你说妈妈咪啊 你是参加了吗 你是里面的 他说你是参加了那个节目吗 我说我是幕后策划 我是参与了这个项目 我说我告诉你 我说你如果听不懂我说话 你就可以闭嘴不要听 对吧 我说你要搞清楚听懂了跟听到了 他说你刚刚说的我们都听到了呀 我说听到了跟听懂了 隔了一个字 当时是两个境界 能懂吗 其实也不怪李晨这样对他 因为这样的问题李晨早就介绍过 还是因为贺东东没有听 所以才这样问 只是这些片段节目组剪掉了 我们才没有看见 而李晨对贺东东说的那番话 更让他挂不住 于是才说了一句 这节目我不想录 而当时李晨接的那一句 你可以不录 其实是节目组恶意剪进去的 他说我 涂老师我可以说这个节目我不录了吗 涂老师说 他说你可以不录 你可以不录 他说其实我觉得 我们作为老板 要有点格局 有点眼光 你们这样做太过分了 刚刚他讲的东西 我也听懂了 那么以前妈妈面这个节目 我也知道 因为他们当时也想找我去做评委 对吧 他就给他自己抬高身份 当时他们也想找我做评委 当时呢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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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然后我说 我说你如果真的不想录 可以不录啊 没有人请你 为什么 因为我又看不上你 所以他就剪了一句话 就是可以不录啊 就直接接到了他那一句 就变成了什么 我直接说了他不录了 理解了吗 所以你想想这个断章取役 太可怕了 这个断章取役的东西 不得不说这些节目组 为了吸引眼球 真是不择手段 剪辑出来的成片 将现场发生的事情 可以说是完全扭曲了 这也是李晨的口才能力非常强 并且在事后将事情曝光了出来 我们才能知道 那些不善言辞的人 曾经在台上遭受了什么样的 针对我们不得而知 而这期节目 在最后因为土垒的各种暗示 老板们纷纷灭灯 唯一流灯的老板 也因工作地点的问题 李晨选择了拒绝 只是表示私底下可以商量 因为李晨想赶紧下台 他在登上节目前 已经在电视台等候了十个小时 身体早就开始不顺 只是为了节目在硬撑着 而李晨的想法也正合土垒的意思 于是便匆匆下台离开了节目